韩国时间5月10日,一名匿名人士表示,一向警方提出指控歌手IU涉嫌抄袭的事件引发热议 举报者表示,歌手IU演唱的粉红色高跟鞋等六首歌曲,调窃了海外及国内艺人的音乐 虽然多次提出了调窃嫌疑,但被告发人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反而将提出此类问题的SNS帖子举报为侵犯著作权等,要求删除相关帖子 随后,IU的经纪公司EDAM Entertainment回音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,我们已经意识到,虚假的剽窃声明和毫无根据的谣言 已经通过各种在线社区进行传播 我们最近证实在过去的几个月来,IU就饱受各种毫无根据事实的文章攻击 当时已经着手搜证,并将证据交给委托的律师向相关调查单位提告 以抄袭疑惑,紧接诋毁,性骚扰,侵害私生活,散播虚假谣言,名誉毁损罪控告 没想到公司还在等待调查单位的结果出炉 却在时日通过报道,看到了IU被检举的新闻 EDAM娱乐强调,截至目前,我们还没有收到调查人员任何形式的正式通知 目前正在掌握事实中 最后,EDAM更表示,本公司绝对会找出发布恶意文章的人 这个过程中,不会有任何妥协、和解 会采取更强硬手段的回应,保护好IU 爱都含舍,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